那传统市场眼前这一幕 富人打小孩让现场人都吓坏 富人动手 小女孩看来都快站不稳 旁边的婆婆妈妈赶紧上前扶住 但是气呼呼的富人动作没有停下来 镜头没有看到的地方 是好心民众护住的小女孩 当时富人的手多次高举再放下 一次就是打在小孩的身上 让在场莫及的全部都发出声音 要保护小孩 重返发现小女孩被打地点 贪商表示当时富人动作 让大家吓了好大一跳 但是小女孩都没有反抗或哭泣 疑似是已经被骂了一整路 那后续的部分 若询过该行为人的话 本局会派请社工进行 关买根放肆调查 富人在重目睽睽下 对小女孩甩耳光 边动手还不断的咒骂 影片上传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关心通报 更担心孩子回家 会不会被打得更惨 影片中富人熟门熟路 直接开其楼下的冰箱 拿东西是否常在市场出入 警方表示目前掉监视器 追查身份当中 要确保孩子安全无虞 三地新闻网稍微注意 台南报道